同学们好,经过前面几大章呢 我们把我们的项目已经完全去实现了 但是我们在开发中呢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是在使用Chrome去开发我们的项目 因为用Chrome呢 更方便的去调试我们的页面 包括看一些日志之类的 在H5中,就是我们Chrome里面 是更方便的 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测试 断点,debug之类的 H5无疑是最方便的 因为我们开发的是全平台嘛 所以我们只在Chrome里面 去测试我们的项目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要考虑到其他的小程序 或者我们的App端 这节课呢 我们就完成对所有平台的一个测试 就是在我们不同平台上呢 会有一些样式上面的差异 或者一些API上面的差异 这节课把它们去兼容一下 让我们的项目可以跑在任何的平台上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在本节课的代码下面 写了一个readme readme下面呢 我给大家写了所有小程序开发者工具的下载地址 我把它列在了这里 同学们可以直接去拷贝后面的地址 放到我们浏览器里面去下载对应的开发者工具 本节课兼容呢 我们只会讲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 还有我们的QQ小程序 最后是一个iOS模拟器 因为真机的话 我们在课程里面不太好演示真机的调试 而安卓呢 我们不推荐使用模拟器 我们最好使用真机 因为安卓使用真机在HX里面调试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直接连接数据线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连接真机去调试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讲安卓的调试 只要是我们微信小程序这边 样式没有问题了 几乎我们的安卓和我们的iOS问题都不会太大 因为我们只涉及到微物页面 而我们APP端的内核呢 跟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用太去担心它上面的样式 那我们最后呢 只去讲一下iOS模拟器 因为模拟器在我的电脑里面 可以方便的去看到任何的样式 然后看上面两项 百度跟字节跳动 这两个在本节课我们也不去讲 因为目前到现在为止呢 这两个开发者工具还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无法在模拟器上面看到真实的效果 那如果之后百度跟字节跳动 如果也有样式上面的兼容 或者一些内容上面的兼容 跟其他平台不一致 那么我会把兼容视频 补充到我们当前的小节里面 所以同学们不需要担心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 QQ小程序和iOS 那因为我们是用Chrome开发的嘛 所以在Chrome里面 我们的项目基本上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看第一项 先看微信小程序 它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把微信小程序 先给它运行起来 那么我们点击运行 找到微信开发者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那同学们啊 自己去安装好开发者工具 然后去进行下配置 如果说我们打不开 或者是掉不起来 微信开发者工具 那么下面呢 它会有提示 我们按照提示去操作就可以 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 同学们可以去联系我 在我们的问答里面去提问 或者在QQ群里找我 我会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啊 微信开发者工具 正常登进来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页面上面呢 这里有一个正在加载 那同学们呢 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这个正在加载 写在什么位置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瞅一眼 先把comptons我们给它打开 找到我们的list组件 listItem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加载这个组件呢 是在我们的listCard下面 但是我们这里呢 会在它上面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去审查一下它的元素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这里 那我们来看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其实就是 我们的一个落地帽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listCard 你会发现它最终 编译到什么地方来呢 最终编译到了 我们的listCard上面 这显然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估计是和我们的 微信开发者工具有关 虽然可能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需要解决的 解决它的方式很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去渲染listCard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元素 最外层呢 我们去给它套一个元素 因为它出现的原因 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的listCard 最开始呢 它是没有渲染的 它是通过我们的数据 插入之后 才开始去渲染我们的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 UniLodemount呢 是直接显示在我们 页面里面的 它的时机肯定是要比 listCard早的 所以最终它渲染完之后啊 我们的listCard 去渲染完之后 就会插入到 UniLodemount下面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去给它套一层空的元素 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我们的listCard 是渲染到我们的上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加载 提示就已经消失了 然后我们往下翻 往下翻呢 可以正常的去加载 没有更多数据 这个时候可能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翻页 那我们右侧呢 应该是加载数据 它现在显示了一个 没有更多数据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出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 然后回到我们代码里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之后呢 我们把load.loading 去给它打印到 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来看一下 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自动编译 那编译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刷新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andefined 那么如果它是andefined的话呢 我们的组件 就会把它当成一个 没有更多数据 去给它处理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什么呢 没有更多数据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加一个边界判断 如果它不存在 或者是andefined的情况下 让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loading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那么出现andefined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数据 第一次加载的时候 我们在list里面 并没有去给它定义 在我们这里loading里面 它是一个空对象 空对象 我们去找loading 我们去找这个边量 那肯定是找不到 所以它就是andefined了 那么在我们微信里面呢 它就不识别这种情况 所以给我们显示了 不理想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去给它兼容一下 这里是一个货 然后等于loading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里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 当我们去画屏的时候 它已经是正在加载中 然后我们松手 它就会加载我们的数据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操作 那么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两个显示的问题 去解决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我们忽略掉了 那是什么呢 我们点击上面的轻缓存 我们全部清除 清除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报错不用管 然后我们去点击编译 重新去编译一下 这个时候会给我们报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呢 这里给我们报了一个get label 请求云和书错误 docid必须为字符串或者数字 这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回到index页面 就是我们的首页这里 那么我们看到直接unload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去请求 this.get label了 请求get label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到common里面 然后找到http.js 中间过程我们不再赘述啊 它最终会走到http这个函数里面 走到这个时候 其实user id这里 它还没有获取到 那么user id这里 我们每一个接口都会给它传 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用户的id 通过我们的状态管理 我们插到这里 但是其实啊 这里我们并没有获取到 这个user id 它是从什么地方获取的呢 我们来到app.vill里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是在onlunch的时候 我们就去获取了 那么获取之后 它就发生了一个异步的关系 那你在这个时候 我们去请求接口 它是一个异步请求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请求 作者信息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个信息 还没请求完 也就是我们的状态管理 还没有去更新 但是我们的unload 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 已经去执行了 那么它肯定带着一个 不正确的user id 去请求我们的银行数 这个时候就会报错了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阴面 我们知道用户状态的变化 是不是就可以了 用户的状态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set user info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获取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状态管理 我们这里会获取一个user info 如果说user info更新了 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的状态也跟着更新了 我们就可以请求我们的 其他接口了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先把它引入一下 那怎么引入呢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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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它一个大括号 叫map stat from 谁呢 vuex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去注册一下 我们在这里 通过点点扩展幅 然后我们去给它注册到里面 获取user info 我们这里给它一个数字 然后把user info 拿到 拿到之后 这还没有完 拿到之后我们是需要去监听user info的变化的 监听我们怎么监听呢 我们使用watch watch的话可以去监听我们每一个变量的变化 那我们就去给它在这里监听 监听完之后呢 我们会接收一个新值 然后一个旧值 那么旧值对于我们来说啊 没有什么用 只留第一个就行 那么只要它发生变化 是不是 我们去请求接口就可以 我们给它剪切过来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请求 然后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开发者工具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请求过一次了 所以它必然是不会出问题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清缓存 我们要模拟第一次登录的状态 清完缓存之后呢 我们点击编译 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已经没有报错了 就可以去正常请求我们的数据了 这些呢 就是我们首页去发现的一些不兼容的问题 包括一些样式显示上面 和我们的一个API借口请求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页面 我们点击标签这里 是正常的 我们点击编辑 只给它保留两个 我们点击完成 然后我们返回 返回之后 这里会给我们留两个 点击详情呢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去点击 加在数据 我们可以对作者呢 去给它有一个取消关注 同时收藏文章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去点击 返回上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关注 那关注页面呢 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的 我的看起来显示的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的文章 那也没有问题 最后呢 是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 显示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去上传图片 我们先上传一张 那么我们提交反馈意见 稍等一下 那图片上传完成之后 反馈成功 然后返回到我的页面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微信小程序 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